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年的婚姻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妈妈 孩子 谁来为他们撑起保护伞 今日说法两回特别节目小萨摊会即将播出 恐惧不再来 她叫谢雍鸣 是湖南省长沙市的一名社区工作人员 这一天谢大姐乘坐高铁到另一个城市去看望一个人 一个小时后在湖南郕州火车站谢大姐下了车 等候在车站外带着孩子的这名女子就是我们要见的人 她叫小云 是一个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对她施暴力的受害者 对她施暴的人是她的丈夫 之前小云是生活在长沙的 在社工的帮助下 她脱离了对她施暴的丈夫 带着孩子回到了郑州的娘家 这一次谢大姐过来就是想看看小云生活的好不好 尽管已经和丈夫分居两个多月了 但是提起曾经遭受家暴的那段日子 小云仍然心有余悸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小萨探会 在面对我们记者的时候 小云一再的说 她不愿意再回忆过去了 因为那太痛苦的经历 那么那到底是一段怎样的遭遇呢 脚子是脚子用水果刀擦的 水果刀擦进脚里 是血的但是船上都是血 这个是多长时间的事 因为自己好久了 好久了 现在就留了一个刀印 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这个照片 这个打了我最后拍的 你自己拍的是吗 那当时是什么情况 这是伤的哪个位置 就是腰啊 腰从这里 这是她用什么造成的 嘴巴咬的 咬的是吗 小云说 很多小事都能成为丈夫对她动手的原因 小云和丈夫结婚四年多了 她说 其实一开始 丈夫并不是现在这样 开始结婚的时候还好 两个人在一起 对我还很那个 就是说 我怀孕的时候 她也陪我出去玩啊 散步啊 怎么的啊 都还可以啊 小云和丈夫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 这个男人比她大了整整16岁 一开始 小云的家人是不同意这门亲事的 但是小云自己很满意 说服了父母结了婚 当初也是别人介绍 老师就是说她怎么怎么的好 就是说还是有条件 一定的条件啊 就是说 家里生活可以 以后你可以少奋斗一点 再一个也是 她年纪也这么大 成个家肯定也会关心你 更加的磕你啊 我就想是的啊 但是幸福的日子只维持了一年多 在孩子出生之后 矛盾就渐渐产生了 小云说 那时候 她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也许是因为冷落了丈夫 丈夫对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白天她去睡觉 我一个人带孩子 孩子有时候要出去玩 在外面去那个游乐场玩 她叫老师说 你怎么每个月老师想方设法的 都往那里跑 你是约了人吧 就是说我偷人呢 小云夫妻俩都没有工作 丈夫的父母留下了三间门面 他们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收租金生活 小云说 丈夫每天在家无所事事 除了睡觉就是上网 基本不管孩子 有时候 她带着孩子出去玩 丈夫就怀疑 她是背着自己出去约会 就比如说 昨天晚上还挺好 第二天早上这些 我就穿睡衣 她就看到我脚 有一块青的 她就问我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 这脚磕磕磕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碰到的 后来她自己去想想 好像变书院的 这是一个男人 她用手指掐的 我说谁来掐我 我跟谁在一起 我说你别老师 不存在的东西 老师来拿着 说我 她就说 你又是这种态度回答我 我就打呀 我家有那个不锈钢的 那个保温瓶嘛 保温瓶的那个手巴都砸烂了 我背上全是三 全部是亲的 因为怀疑和猜忌 丈夫对小云动手的次数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频繁 小云说 每次动手后 丈夫都把她的手机没收 本身小云就没有收入 平时需要钱都是跟丈夫要 手里没钱 也没有手机 她也不知道能到哪去 只能一直忍受 尽管被殴打谩骂 但是小云从没跟别人提起过这些事 甚至连自己的父母也没有告诉 直到去年 小云才告诉父母自己被打 而她告诉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那一次 她的伤在脸上 她不好意思出门去看病 不得已才向家人求助 她眼睛打得这么开了 她眼眶周围都是亲的 她到家上去看病 那我想就不想去 好像挺丢人的 她不肯去的话 就我们两个人到家上 给她买点油 给她泼上 你看见她尿 是不是有什么心疼 那肯定啊 熟不出的心酸啊 看到女儿伤成这样 做父亲的当然心痛 当时小云并没有把自己的遭遇 完全告诉父母 只是说自己只挨了这一次打 那时候小云的父亲也曾质问过女婿 当时我流泪了 他看到我这样子的 他马上从 刹上下来 跪在我面前 爸爸我刹了 但我一定不会这样了 以后 他跪在我面前的 他向我报警的 小云的父亲相信了女婿的保证 其实这样的保证 之前小云已经听到过很多次 打了之后 他有给你道歉吗 嗯 有时候道歉 那道歉是你有没有 又跟他心灵气和的时候 吓得你动了没 这样 我跟他说过无数次 跟他也沟通过 无数次 就是说 说了之后 他当时都很 就说很收得风 就说 好好好 那个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又是一样的 说了白说 说了没用 为了孩子 他第一次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我应该结束这段婚姻 给孩子另外一个成长的 更好的环境 但是无奈的现实 又让他再次选择了回头 然后他自己又没有工作 又没有离籍之长 我以后几乎 几乎的 问我怎么走 我怎么去生活 恐惧不再来 小萨探会继续播出 就在丈夫的那次保证不到一个月 小云又被打了 这一次还闹到了公安局 那一天 小云在小区的麻将馆打牌 丈夫过来找他 两个人因为琐事吵了起来 当着外人的面 丈夫对他动了手 在众人的劝说下 丈夫才停了手 小云赶紧逃出了麻将馆 马上下了小区之后 我就租了一部地址 但是我都往哪里去都不知道 第一反应我就说 你帮我送到派出所去 我觉得派出所是最安全的 他总不敢打我了吧 是吧 我说你把我哪里 派出所最近的呢 最近派出所在哪里 你把我送到哪里 来派出所是小云在慌乱之下做的决定 但其实这是他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就是借助公权力来帮助自己 有伤我们都看得过 但伤得重吗 按照我们的伤情建议来说 应该都是受于轻微伤 当时很老不信的观点 那就是有红的有纸的 轻微伤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形式处罚程度 所以我们主要是要以教育为主 宇华区沙子堂派出所的民警 曾经接触过几例家暴的案件 他们知道 如果不加以制止 家暴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严重的刑事案件 所以绝不能掉以轻心 为了更好的了解情况扎实证据 派出所的民警来到小云所在的小区 向同一个单元楼的住户 打听他们家的情况 同时警察也到小区物业进行了调查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 警方确认小云的丈夫的确存在家暴的行为 在警察的帮助下 小云向长沙市妇联求助 革职小云的遭遇后 妇联立即委派社区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律师 来帮助小云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社工谢大姐介入了小云的案子 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的家暴还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我们当初跟他接访的时候 妇联接访 评估危险评估是六分 但是他置评九分 谢大姐所说的就是这份危险评估表 长沙市妇联有个规定 每个遭遇家暴来求助的妇女 都要填写这个表格 以便全面的了解他们的处境 这个两表它主要有九个基本题 比如说第一题 他曾经威胁要杀你 那么我们就会询问这个来反者 这个施暴者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他的威胁性的语言具体是什么 比如说具体威胁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去杀他等等 就从多个角度去了解 是否这个题是沟氏还是否 如果是沟氏的话 那么就计一分 我们请这个来反者回答之后 我们就会得出一个评分 三分以下就是低危险 四到五分是中危险 那么六分以上就是高危险 工作人员给小云的危险评估是六分 小云自评是九分 两个都属于中高危险等级 意味着小云的处境的确存在危险 看到这个结果 法院律师觉得 这对夫妻不适合在生活在一起 有了第一次 你们有很好的去及时主子 和给他以警告的话 那么第二次第三次 他是循环加强的 他只会越来越严重 平均会越来越多 再结合他跟我讲述的 他这两三年的生活 和被打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调解的话 可能不适合 尽管律师将厉害关系告知了小云 但是小云还是选择不分开 希望大家能帮助他们夫妻调解矛盾 因为我们这个还是要准准当事我们选择 其实从他内心来说 可能从他之外就想过 我不离开算了 但是后来又一想 这个儿子对不对 然后他自己又没有工作 又没有一记之长 我以后准备的路我怎么走 我怎么去生活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的 因为小云不想放弃这段婚姻 还希望和丈夫继续走下去 所以民警律师和社工一起 对他们夫妻进行了调解 我们当时的话也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男人的话 打老婆本能就不对 夫妻之间的矛盾 可以通过沟通 实在不行的话 可以通过人民法院 他就说我再不打老婆了 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当时的调解协议 小云和丈夫都签了字 协议中这样写道 男方成人打人是犯法的 保证以后不再对女方 实施家庭暴力 当时复联工作人员提出 如果小云暂时不想回到家中 可以先住到受报妇女庇护所 因为有了调解协议 小云也放了心 所以他选择不去庇护所 跟着丈夫回了家 小云夫妻和好了 但是无论是律师还是社工 这些局外人的心理都不踏实 他们觉得 应该让小云学会保护自己 才能避免再次受伤害 他们让小云去参加了 受报妇女辅导小组 这个小组是由长沙市妇联 组织起来的 受报妇女在一起 定期开展团队辅导 律师给他们讲解 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知识 心理咨询师 给他们进行心理的疏导 同时 受报妇女之间相互交流 讲述自己的经历 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 这段视频记录的 是其中的一次小组活动 每天晚上你跟我手机上 你把我放到 把这个放到 我放到 这个都不敢 我觉得 我又要放到 我来放到 你把我放到 我放下来 而且男人在 你也是你 想我把你背着 我看 你把我放到 他说你是老公的 用老公的 他对我 他有很大 他为了感知 因为我是没工作 所以我就是 经济网面部独标 就算是这样 是不坚强 但是我还是 有一个 这个勇气 是不坚强 对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 可以 因为 到这里 好像回到 两半 就是 我心里就会 长得了 对 这个 是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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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大家 一起 其实 很多受暴的妇女 都和小云一样 不仅遭受到 身体上的伤害 还有精神上的折磨 以及经济上的控制 对于这些 长期遭受家暴的妇女来说 能够勇敢地说出来 敢于向外界求助 已经是迈出了 很大的一步 这个 我们中国的这个习俗女 知道都是爱念子的 打总领 虫胖子 哪里一开始 就告诉别人 哎呦 我被打过拿了 怎么怎么的 打总不愿意说不 对不对 能够寻求帮助 他肯定是 到了一定的一个 阶段了 但是受不了了 双令保护 能否给他 双重的安全感 如果被告 违反了禁令 法院将依法 根据情节的轻重 对被告 予以相应的处罚 如何让更多的 家暴受害者 远离伤害 家庭玻璃桃 不是脚石 更不是小石 恐惧不再来 小萨谈会 继续播出 在那次调节 刚刚过去两个月 小萨又来到了派出所 这一次 她态度坚决 一定要离开丈夫 小萨说 其实在那次调节之后 丈夫没有任何改变 赵打赵骂 孩子的这个举动狠狠撞进了小萨的心 孩子三岁了 她已经懂事了 如果再让她看到这样的家庭暴力 一幕幕上演 对她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我应该结束这段婚姻 给孩子另外一个成长的更好的环境 不能在这个环境上面成长 小萨决定离婚 也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自己的家人 并且第一次告诉家人 这几年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小萨向法院起诉离婚 这意味着她将脱离丈夫张某 但是并不代表她的处境 就是完全安全的 根据我们以往的了解的一些 比较惨烈的那种案子 就是一旦你起诉离婚 这个施暴则 他会觉得你是要完全脱离他的掌控 他就会采取极端行为 那么虽然我们不是说一定会发生这个案子 但是预防是最重要的 由于之前一直跟进小萨的案子 所以沙子唐派出所的民警 对小萨的情况非常了解 他们觉得 有必要对小萨的丈夫张某 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 那么什么是家庭暴力告诫书呢 2015年11月25日 长安市复联和长安市中纪人法院 长安市公安局联合 下发了一个文件 长安市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 对施暴人进行一个教育 警戒 威慑作用 原来我们对这个家庭暴力这一块呢 接着简单的话呢 通商采用的方法呢 是进行事实施调节 那么呢 效果有一点 但是不是很明显 特别是反复性比较大 那么我们训练试试这个高解书以后呢 更加是有罚可疑了 家庭人就不敢 也不能够再次进行事实施调报了 取利的力度更大了 正式性就更强 在这份告诫书中写道 请张某立即停止不法行为 严禁对家庭成员再次实施暴力行为 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如果是接到这个告诫序以后 再实施第二次 家庭暴力的话 那么根据有关法律 我们可以对当事人呢 进行行政拘留 有了这份告诫书 可以说小云的安全有了一定的保障 但是如果和丈夫继续住在一起 难保暴力行为不再发生 所以复联工作人员建议她先离开这个家 去年11月份 小云就带着孩子回到了郑州的娘家 在记者采访期间 曾经试图找到小云的丈夫张某了解情况 张某没在家 邻居说 在小云回了娘家之后 张某好像也去了外地 他们家已经很长时间没人住了 记者拨打了张某的电话 但是并没有人接听 申请离婚的同时 小云也听取了律师的意见 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所谓人身安全保护令 是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 及其子女的人身安全 确保婚姻案件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而做出的民事裁定 经过审查以后认为 在本案中存在原告面临家庭暴力 现实危险的情形 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条第一款之规定 做出了民事裁定书 禁止被告对本案的原告实施殴打 威胁 如果被告违反了禁令 法院将依法根据情节的轻重 对被告予以相应的处罚 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告诫书 双令旗下双份保障 给了小云双重的安全感 针对同一起家暴案件 公安和法院先后发出告诫书和保护令 这在全国还是首例 这起案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被誉为反家暴全国第一案 家庭玻璃堂不是家暴室 更不是小室 我们国际父亲组织 法院公安和计算派出所 可以说是各个部门 各个层面 全方位都动用起来 维护了这个受害人的 个人的人身安全 这正是我们长沙 都几个合作反家暴 也就是反家暴我们长沙模式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 小云的遭遇是不幸的 但是令人庆幸的是 在还没有造成严重伤害的时候 她就及时得到了保护 可是有很多家暴受害者 并没有小云那么幸运 2009年 26岁的北京姑娘董珊珊被丈夫殴打致死 在她短短十个月的婚姻中 长期遭受丈夫的殴打和侮辱 为了争取活下去的权利 她曾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 也曾四次报警 但是她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未能挽救自己 因为当时我国现有的法律 对于家庭暴力的性质 后果以及如何裁定家暴行为 规定的并不具体并不明确 所以对于家庭暴力的案件 公检法部门似乎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为了让董珊珊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保护好每一个生活在家暴恐惧中的弱者 2016年3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 这是我国首部反家暴法 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处置和法律责任 做出了规定 同时也明确了公安法院 以及民政等相关部门的责任 告诫制度 人身保护令制度 以及紧急安置制度都被写入其中 今后 长届家暴将更加有法可依 家暴受害者将会得到 极大力度的保护 在采访结束时 小云和长沙市复联主席都写下了他们的心愿 法则2016火期的家庭暴力案例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的妇女能够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希望我和孩子以后不要收入在口局当中 法院公安妇联多机构联合 这是长沙在反家暴模式上做出的一个全新的探索 而这种探索目前也已经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确认 就在2016年3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 反家暴法当中对于反家暴的制度设计更加的科学 责任落实也更加的明确 那么这部法律有怎样的特点和亮点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将采访全国人大法工委社会法事副主任陈嘉玲 陈嘉玲 陈嘉玲你好 在长沙这个事件当中 我们看到有关部门出具了告诫书 还有人身保护令 那么像这样的法律文件 对于家庭暴力案件当中的受害者 能起到保护作用 告诫书中呢 他会记载着实施家庭暴力的事实 同时要求当事人做出承诺 不再实行家庭暴力 同时还会附有相关的法律的规定 而且告诫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体现在 如果受害人因为家庭暴力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 那么告诫书可以作为法院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 那人身保护令呢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措施呢 它更加的完善 除了可以禁止加害人不实施家庭暴力之外 他还可以禁止加害人呢 跟踪 骚扰 接住 受害人及其禁亲属 可以阻止加害人的一切的不法行为 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是我们国家的第一部反家暴法 那么这部法律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反家庭暴力法的这种核心内容呢 是关于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制止 这部法律中的告诫制度 强制报告制度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都是些很具体的预防和处置的一些措施 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 其实表明了国家呢 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呢 不再是家庭内部的私事 反对家庭暴力呢 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法治2016我期待 希望反家庭暴力法 使每个家庭远离暴力